电玩射击游戏CS的声光效果吸引很多玩家参与 而现在这种刺激的场面也能够搬到真实的世界 安全帽和逼针的枪支加上现实射击闯关 让玩家不只需要耳聪目鸣 也得实际消耗相当的体能玩得汗流浃背 2014年世界杯极限射击运动巡回比赛首站来到彰化市 主办单位将电玩游戏搬上室内场地 是希望玩家不只是个宅男而能够真正达到输活筋骨的功效 果然运动一推出立刻受到欢迎 其中一位资讯工程师林一博原本110公斤的体重还减掉了10公斤 这种运动模式在世界越来越风行 2014年世界杯极限射击运动比赛陆续在彰化台北和高雄进行 将来国内的冠军也将和世界好手一决高下 总奖金额高达100万元 借戴荣茂 彰化报道